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荷姆妮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 分佈面積大約12平方公里 據中共政府網報導 4月19日 李克強來到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視察 在聽取了現場負責人介紹後 李克強表示 考古文化根脈目的是為了頂心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 通過考古使積淀深厚的優秀文化不斷發揚光大 他還強調 要發掘好 保護好 研究好三星堆遺址這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 沉睡數千年 一醒驚天下 1929年春 農民燕道成父子在陶郡小溪時發現大批玉器 從而揭開了三星堆的神秘面紗 自1934年對三星堆開展首次考古發掘以來 已先後進行了37次考古發掘 最新發現的6個三星堆文化掩埋坑目前已出土金面具殘片 巨青銅面具 鳥形金式片 青銅神術 精美牙雕殘劍等重要文物500餘件 還有更多國寶重器正在等待重見天日 三星堆所出的四川盆地 東邊有中原文明 長江中下游文明 西邊通過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 與中亞西亞都有聯繫 中國考古工作者認為 三星堆的考古新發現 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 三星堆文明處於北緯30度 這一區域被稱為世界上最神秘的維度 很多未解之謎 神秘事件 靈異現象都發生在這一區域附近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奇特而又神秘 具有高超的工藝水平 這些距今三千年至五千年的文物 一些工藝即使在現代也很難實現 可以說顛覆了現代人的歷史觀 如青銅縱目人像 其造型十分誇張 一雙眼睛呈圓柱狀向外凸起 凸起部分長達16厘米 兩隻耳朵也異常的大 人像嘴角上揚 臉上露出一絲神秘而詭異的微笑 有人說 這尊神像表現的是神話中 具有千里眼 順風耳的神人 1986年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一尊細而高 容貌於華夏文明迥迢的青銅大利人 穿着一件燕尾服飾的袍子 光著腳丫 站在一個高高的底座上 雕像整體高度為2.62米 其中銅像升高1米7 這是迄今為止 世界歷史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 最奇特 最神秘 最高大的銅像 被譽為銅像之王 大眼 龍鼻 髖嘴 長耳 是三星堆青銅人像的基本外貌 這與正常人類的長相有很大差異 人們不禁猜測 難道數千年前的中華大地上 真有這種長相奇特的藝人生活在世上 最新發現的半張黃金面具 與之前出土的黃金權杖都做工十分精緻 然而 在三千多年前 四川不僅沒有黃金開採技術 連黃金冶煉技術也沒有 眾所周知 黃金的熔點高達1064度 而普通木炭一般在900度左右燃燒 只能熔化青銅 不可能熔化黃金 那麼 這些黃金是哪裡來的? 又是如何製作成工藝品的呢? 這些都是謎團 三星堆遺址在1986年曾有過驚人發現 當時出土了1700多件青銅器 玉器等 這些文物高超的工藝水平和展現的文明 對人們的無神論觀念形成了不小的挑戰 中共官方當即停止挖掘 時隔35年後 在今年3月20日 官方才有大規模重啟了對三星堆的挖掘工作 近日首次亮相的三號青銅神樹 在青銅樹座之上 三根主樹幹呈麻花狀 旋轉著向上生長 樹幹上的青銅樹枝向一旁伸展 樹頂上 站立著三座人手鳥身的神像 為不舒展 為靈高鞘 青銅神樹上的人面鳥身神像 在《山海經》中有記載 海外東京中記載 東方有巨芒 鳥身人面 成兩龍 巨芒是春神 主管樹木的生根發芽 根據一些先秦古籍的記載 太陽升起到太陽落下的地方都歸巨芒掌管 這棵高約1.1米的三號青銅神樹 在35年前就已經出土 現在專家們正開始對其進行修復工作 參與發掘工作的考古專家認為 這棵神樹的造型與上古神話中 太陽七夕的扶桑樹十分吻合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寫道 湯谷上有浮木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載於屋 漢代文學家東方朔根據歷史記載 在《海內十周記》中這樣描述扶桑樹 樹兩兩同根藕生 更相依矣 是以名為扶桑 多年前 一在三星堆博物館展出的 一號青銅神樹 是鎮管之寶 這棵高達3.96米的一號青銅神樹 也與扶桑樹極為相似 一號青銅神樹由樹座和樹幹組成 一共分為三層 每一層都有三根樹枝 一共有九根樹枝 每一根樹枝上都站著一隻神鳥 九根樹枝一共有九隻神鳥 樹幹上還有一條稻垂的龍 好像從天而降一般 樹的最頂端處殘破不全 人們猜測可能也是一隻神鳥的造型 據《山海經海外東經》記載 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遇 在墨赤北 居水中 有大木 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意思是湯谷這個地方長著一棵扶桑樹 十個太陽就栖息在這棵樹上 一個太陽剛剛回來 另一個太陽則要起身出去 十個太陽都是由金屋背著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 讓人聯想到 《山海經》中所描述的神話故事 可能並不是所謂的傳說 也許真的是歷史上存在的東西 所以才會由這些文物保留下來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